大家好 我是石乃莉 我们欢迎园艺达人李立元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小铃铛 按订阅 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三月四月的时候 你知道最可怕的什么事情吗 我们院子野草全部都长出来 长一堆一堆的 那我儿子每天去拔草拔得累的腰痠被冲 所以我们昨天想了一个好方法 他去领养了一只山羊 你这个时候要喝牛奶就牵头母牛回来了 他真的去领养山羊今天晚上就会拿回家 他说 取名怎么样 robber 可以放羊吃草 把那个野草给弄掉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笨 我告诉你啊 乃莉啊 不笨 不笨 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家 他有一个好大的院子 我在想 这么大的院子里面长满了草 怎么办 我就到朋友家 他养了 没有 他养了好多大乌龟 大汉龟 他就送了我一只 你知道八十磅重 你知道乌龟是没有地方可以提的 八十磅重 抱不动 都等于差不多三四十公斤 把它放到院子 我告诉你 这个乌龟 把院子草吃得光光 乌龟也有用 那三阳应该也有 那更厉害 那更厉害 但是好像有点点 好像有点 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你这是有爱心 有爱心 然后又能够 以动物来 给它好的营养 要把你的院子的草全部除掉 但是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是不是 那只有用我们员工的方法 去把这个草除掉 你知道 那我早点今天录这个节目完 我就回家可以用了三阳 就可以不必来了 不不不 三阳还是照样 要不然它就会被杀掉 有句话 叫做野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野草最喜欢什么 野草最喜欢水 但是 有的野草 它非常的耐旱 我告诉你 真的 你不拔掉 把根拔掉 它很快又很长 它的根长得好深啊 我中花盆里面 我就试验过 那个根可以在底下 将近十五公分那么深 好 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样除草 太棒了 非常有效 我赶快要记下来 因为我的院子也很大 我经常要除草 我不除草 会有蚊虫 可是你教的方法 除了以后 如果狗去吃这个草 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那还好 狗很聪明啊 我就怕除草剂有的是化学的 我怕狗吃的会中毒啊 我跟你讲 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除草剂 它是有味道的 我们养的小动物 小宠物 不爱吃的 我告诉你 它比我们人的嗅觉要零多了 它闻到这个地方 它都不过去了 所以你今天会教我们自制的除草剂 不敢说焦 就是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里都有醋 对不对 对 这个醋 拿醋作为主要的除草的原料 这是我拿出来的醋 要多一点 这个比例可以差不多 1比2 就一半一半啊 要多 对不起 一定要多 少了没用 这个醋呢 它是喷到杂草上面 它就把杂草叶子遮死 但是它也会渗透到土壤里 可是 但是这个醋 它不伤土壤 它不伤土壤 你就是说 你喷下去 过一段时间 它就挥发掉了 这个醋是第一个原料 好 醋 白醋 对 白醋 一定要白醋 污醋效果不好 还有就是说 你在这个醋弄好以后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洗碗精 哇 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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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精是百搭 再加一点这个是 这个洗手液不要多 为什么要加洗碗精跟洗手液呢 这个对草的根 跟草的叶子 都有让它不再去发展的一个好处 我那个条帽你今天忘了带 你要把它搅一搅 充分的搅一搅 我再帮你找混 快跑步 这都已经搅好了 已经搅好了 叫它完全的混合 混合之后 还有一个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 柠檬啊 需要柠檬酸 柠檬酸 我告诉你 挤柠檬的时候 在桌面上 我们给女孩子挤柠檬 我们一定要这个手再挤 这个手要 这样子就不会喷了 看到没有 哎呦 这样子就不会喷了 好体贴哦 哎呀 这都是套路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我招呼女孩子招呼的无微不至 看到没有 弥香 牛耳 薏 牌醋 洗碗筋 洗手液 对 柠檬 这个都差不多都是酸剃的东西 因為植物也怕酸哪 草子更怕酸草都是薄薄的 对不对 夹这个洗碗筋是要什么 是要他附着这个草上 有种草长得很高了 有种草还有枝干的 你要把它全部 用 如果说我们只是醋 我们只是柠檬 它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强力的附着在这个草上 如果你加了这个东西以后 它就是很容易附着 而且呢 这个做出来的酸的这个材料 它可以渗入到土壤 就是说你可以做的多了 你可以撒一点 撒一点在土壤 使这个草呢 很快的 我跟你说 大概三天 三天这个土壤的草呢 都枯萎掉 枯萎掉的草拿来干嘛 去做堆肥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我们回家 今天马上就让我儿子来做 对 你自己不做 有人可以做 我干嘛 儿子真好用 有事弟子福其劳 儿子也要帮忙 儿子真好用 好 我们放个过滤网 以防着有柠檬渣 可以会堵塞 浓一点 因为浓一点才有效 好 好 那只能杀野草 不会把 如果说不小心碰到的花 会不会把花也给杀死了 来的 为什么不小心 就是要小心 哦 所以还是要小心 你喷的时候不要喷到花 你喷到你的花草 那它就降荷冬去 为什么 太酸了 太酸了嘛 不酸也没效 你又不是做肥料 你就是要酸 强酸 然后造成它能够杀草 杀草 这个我们用这个大的这个喷雾器的时候 你千万注意 这个打气要打够 有时候你放在 我这个桌子是软的 不能用力 放在地上 我可以打40下 但是你这个地方的气啊 这个流的空间要有啊 你没有空间的话 它压力 压到一半它打得下 OK 这个时候拿来用这个 喷你的草 喷你的草 喷在杂草上面 对不对 喷在地上的杂草 哎呦 对对对 喷在杂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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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对啊对啊对啊 喷在杂草上 那我等下这桶带回去就好了 我不用再做了 你拿个塑胶带 我把它抱出来 桶子我都花钱买的 那么小气 不是不是 我现在环境不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效果好得不得了 你喷 尤其是怎么样 尤其在大热天的时候喷 哇靠效果特好 又热又酸 然后呢 你这个哈 可以用个杯子 用个杯子啊 可以做浓一点 撒在你那个草多的地方 撒在草多 效果很快 这个奶力刚刚问 那不小心 哎什么事情 就是要小心 你如果浇到你的花 花的叶子 浇到你的果树的叶子 我告诉你 它也是立马 就是哭掉了 很快 撒在草上 这只能用在野草 我跟你讲 三天 全炒 草全部化了 哇太棒了 然后有着大壳的 那个一堆的那个野草怎么办 撒在它根上 撒在根上 这个醋啊 它的水分就下去了 那我迫不及待的 赶快想要带回去 给我儿子来用 没问题 我们太多野草 对对对 这个时候 我相信你们大家家里面 也都有这种同样的困难 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好像也有人要去把一个什么东西 撒在草上 草就会死掉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防草的 不让草长出来 可是呢 还有的先 就是说我用除草剂 好不好 好啊 可以化学啊 你讲对了 这个除草剂啊 它是化学 它不是天然的 在我们节目中 我们全部讲都是有机的 对 对对 都是无毒的 都是无毒的 而且是天然的 你除草剂 你除上去 你告诉你啊 你旁边有果树啊 你旁边有花 完了 哎呦 因为它一下雨 或者说水 它那个会渗到的 它就渗出去 不要说渗出去 因为植物的根 它就会潜伏过去去喝水 他也不知道 你就把这个植物的根呢 就是谋杀了 哎呦 所以说还是要用那个 有机无毒的 对 自己自己做的 效果超棒 而且它 喷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还可以保留 保留差不多一两个月 它不会再长野草了 太好 太有保了 这个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 是嘛 哎 我赶快回去就要用 那如果说是你是 我们这样喷是喷一堆一堆的草 那如果说这个野草长在这个植物旁边 那我们也不能喷到 一喷把植物也都喷死了 对 如果说你在花盆里面 有长野草 各位好朋友 千万不要喷 你就花点时间把它薅出来吧 你如果说用这个酸的 强烈的是个酸的去浇你的花盆 通通完了 或者是喷花盆 你不小心喷到了这个瓜苗的叶子 或者是花 花卉的叶子 或者是它酸水进去 惨了 惨了 就把植物都给杀了 对 它说一起合并全部处理掉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是 适用在一堆一堆的 一丛一丛的野草 对对对对对 千万这植物旁边的话 拔一拔就好 拔一拔嘛 对对对对 两分钟就处理掉 好 醋又便宜 对不对 白醋啊 不能黑乌醋啊 白醋 这个是要条件 千万小心啊 植物旁边的 千万不要用这个喷 对 就是喷在一堆一堆的野草 是是是是 效果特好的 非常棒 对我来讲 受益颇多 谢谢 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给我们按赞 请给我们按赞 谢谢您 祝您好